我怀念的是无话无说 这首歌我会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怀念的是这场以后 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我记得那天生日 也记得那一首歌 记得那天生痛 最痛的右手 我多么痛的灵魂 你抱着我 前几日奔跑吧家族全员 在浙江开启了新一季节目的录制 令观众期待不已 9月27号节目录制到第三季的时候 一段周深被误伤的视频流出 看的人是捏了一把汗 原来周深在杭州录制奔跑吧时 在某个游戏环节中 周深不慎受伤 被粗神打伤了脸 周深疼得大叫一声 捂着脸蹲了下来 这个消息虽然没有被大字宣传 但是有粉丝发出现场的视频 看得出来周深被打脸的那一瞬间 真的是很疼 当时他的脸色就这样了 而且好几分钟没有缓过静来 一直捂着自己的半边脸 还一度坐在地上 可见那几分钟的时间里 周深的脸部明显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 受伤的第一时间 其他嘉宾也很是震惊 都跑过去慰问 郑凯还用手去感受了一下他的伤情 周深的脸被打到的那一瞬间 应该还挺严重的 半边脸立马又红又肿 现场工作人员应该及时为他做了冰敷处理 很快周深便满血复活 回到录制现场继续工作 而且全程都笑得十分开心灿烂 想必这也是不想让大家担心 也怕因为自己而耽误节目的录制进度 好吧 特别记正在紧螺蜜谷录制中 今天下午在录制时 周深不慎被游戏用的绳子打到脸部 反拍路透一出 粉丝纷纷紧张关心 周深第一时间上线告诉大家他一切正常 让大家不要担心 虽然后续路透画面中还是能看到 深深的脸已经红成一片 粉底都掩饰不住 但深深还是依然元气满满的继续录制 面对线下粉丝的关心 他也大声回应 这样的元气又坚强的爱豆 你爱了吗 你爱了吗 飞啊飞 追啊追 迎着你的方向 飞啊飞 追啊追 飞啊飞 追啊追 our are you 如果是这次发布的视频 能看到 处理好再一次回到录制现场的周深 他的脸还是清楚得能看见有些肿胀 甚至是感觉有些发紫了 不过庆幸的是 没伤到眼睛 结束工作之后 好好处理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为了不让粉丝担心 受伤后的第一时间 周深便上微博 在自己第一条微博评论区留言 说自己没有事 让大家不要担心 还称他要继续去录节目了 并发了一张受伤之后的自拍 向为他担心的粉丝报平安 当天深夜11点多 周深又再度发文说 他已经看过医生了 一切OK 晒出的自拍当中 脸确实消肿很多 周深之所以三番两次的上线报平安 也是不希望粉丝 因为他受伤这件事情 过于担心 受到影响 这孩子一直很坚强 心里又特别善良 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安慰粉丝 他的用意 一不想让米子担心 二不要为此攻击别人 考虑事情周到细致 他真的很暖 继续带给我们 阳光快乐积极的一面 孩子啊 为什么你会悲伤 难过却不知该对谁讲 打开窗 就是故乡的方向 何时能回到你身旁 生活中意外难免会发生 周深是成年人了 他虽然身本小 但能量大 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录节目磕磕碰碰是常事 不过节目组还是应该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确保艺人的人生安全 所幸周深这回问题不大 但时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呀 周深成为跑男常驻之后 每次录制节目时都是笑咪咪的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也为节目带来了不少的看点 能唱歌气氛好 周深在奔跑吧的表现 证明节目组并没有选错人 他为人实诚贴心 每次做游戏完成任务也是拼尽全力 尽管体能上或许赶不上李晨 郑凯蔡徐坤这些人 但是他愿意去尝试 也不怕接自己的短板 是个很实在的人 这次眼睛被戳 周深并没有责怪工作人员 更能看出来周深的素质 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优秀歌手 希望本季的奔跑班 能多制造一些周深拿手的项目 比如唱歌 听他唱歌就是一种享受 这次受伤的画面 想必节目组应该会剪掉 希望他们都能注意安全吧 祝他一切顺利 录完跑南 是我们是偶尔和我们的电光号码 有时间四年 就会回到 在运动会遇避舍迹 生命的人把苍蝎的天 让我们的距离多远 也继续写 就更靠近一点 也继续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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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